咱们就先从这个皇长孙免德开始讲起 通常啊 人们形容这个人啊 开局不错 可是过得不好 都会说呀 这个人啊 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可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位大爷免德呀 何止如此 他简直是把一手天狐的牌 给打成了相公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我继续说书啊 您接着听 这两天啊 昨天好朋友说过呀 这个声音不太对 是不是生病了 其实不是 跟您说吧 新制了一个录音设备 买了一个这个 比较专业一点的话筒 既然您呢 听着觉得这声音有问题 那惹定啊 是咱们没调试好 没关系啊 新玩具 咱们不是得慢慢摸他的脾气吗 您看啊 这个乾隆朝这班啊 咱们后妃讲的差不多了 皇子呢 也讲的差不多了 不过呀 还真有好朋友给我留言 说呀 想听听这乾隆皇帝 皇孙的故事 哎 还有好朋友跟我说呀 还有个别的这个嫔妃 还没有讲 没关系 咱们孩儿那句话 自要您想听啊 哪怕有一个好朋友 给我留言 哎 这个刘石我呀 也会做出小片来 给您发出来 您看啊 这个做自媒体 就是这样 哪怕有一个知音呢 哎 那也是美的 更何况我有这么多好朋友的支持 那今天 咱们就如好朋友所约 咱们继续讲一下啊 这乾隆皇帝 皇孙的故事 这乾隆皇帝的皇孙里边啊 要说最出洒的呀 那一定是爱新觉罗绵宁 哎 就是这个道光皇帝啊 还有一位啊 就是这个皇次孙 爱新觉罗绵宁 可是咱们讲故事啊 那不是买白鼠 捡大个儿的先挑 咱们呀 还得是挨着伴儿的来 乾隆皇帝 叙齿的皇孙 有人说呢 是有十七位 也有人说呀 有十二位 各说各的礼吧 哎 为什么这玩意儿 他还有争议呀 因为这个叙齿排列呀 必须呀 是长大成人的 中间早要早亡的不行 哎 即便是十七位呀 他也不是乾隆皇帝 全部的皇孙 还是这意思啊 咱们说的是叙齿排列 咱们捡多的那个说 这里边啊 这皇长子永皇 他们家呀 就占了两个名额 您别看这永皇的死得早啊 可是俩儿子 活的时间可都不短 这皇长孙的名字呀 叫绵德 哎 这绵德呀 他挺有意思的 咱们捋完了顺序之后啊 一会儿会详细的讲他 不过呢 咱们在这儿啊 先提前透露一点 这绵德的儿子啊 是乾隆皇帝的皇长曾孙 也就是啊 这个咸丞皇帝一主那辈的 一纯的儿子 宰兮 是乾隆皇帝的皇长玄孙 这宰兮呢 自然就是和同志光绪 是一个辈的 哎 这乾隆老佛爷呀 就看到这一辈了 再往下没看见 宰兮的儿子呀 叫普庆 哎 您听见名没有 他和这个末代皇帝 普仪是一个辈的 这朴仪啊 绝对不是这个朴子辈里边最小的 不过您知道 这朴庆比这个朴仪大多少吗 整整大了 103岁 这大个永皇他们家老二啊 叫敏恩 是这些皇子当中啊 最有故事的 当然了 那是肯定是啊 除了这个道光皇帝以外 这哥俩说完了 咱们就往下说 咱们就说这个有儿子的啊 这皇四子永成啊 一共有六个儿子 有五个都夭折了 唯一活到成年的叫棉慧 这皇五子永齐呀 哎 就是那个小燕子的爷们 要不是死得早啊 那惹定是大清国的 又一代皇帝的永齐 他呀 也有一个儿子 活到了成年 叫棉义 皇六子永荣 活到成年的这个孩子呀 叫棉庆 皇八子永玄有两个儿子 其中啊 一个早要了 剩下一个呀 叫棉智 再下来呢 就是皇十一子永兴 这永兴的儿子可是不老少 能够活到成年的 就有这个棉秦棉义 棉总棉司和棉兵 哎 一共有五个 这嘉庆皇帝呀 也有五个儿子 不过落去的只有四个 哎 这打头的呢 就是这个敏宁 当然了 这个原来呀 他叫棉宁 就是道光皇帝 再往下呀 就是棉凯 棉兴和棉鱼 这老十七永林呢 他的儿子也都挺有意思 哎 生下六个 落去仨 棉民 棉替和棉姓 这些个皇孙呢 多数啊都平平无奇 没什么故事 咱们要讲呢 咱们就讲那个有故事的 咱们就先从这个皇长孙 棉德开始讲起 通常啊 人们形容这个人啊 开局不错 可是过得不好 都会说呀 这个人啊 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可是今儿咱们要说的 这位大爷棉德呀 何止如此 他简直啊 是把一手天活的牌 给打成了相公 咱们要聊棉德呀 还得从他爹开始聊起 他爹是谁呀 定安亲王永皇啊 就是那个乾隆皇帝的皇长子 在这个孝贤皇后的 大桑典礼上啊 这好眠的 这皇长子永皇啊 被他爹乾隆皇帝 一通臭刺的 并且呀 威胁说 你这样的人呢 永远也不能够继承我的皇位 那这之后的情况啊 就是都听说过郁闷的 没见过像永皇这么郁闷的 郁闷郁闷 郁闷两年 郁闷死了 这儿子一死啊 这乾隆皇帝 算是作牙花子了 说实话呀 这背地里抽没抽 自个儿嘴的呀 咱们不知道 反正啊 是极其后悔 哎 心了话了 我这 就没事 刺的他干嘛呀 这儿子死了呢 他自然就垫着孙子 大个永皇啊 有两个儿子 这长子啊 就是棉德 次子叫棉恩 因为啊 这心中感觉愧疚 所以这乾隆皇帝呀 就给这个长子永皇 追封了一个亲王的爵位 哎 这就是第一代的定亲王 定安亲王 并且呀 让这个定安亲王 也就是永皇的长子 棉德 习了这个爵位 关于这个棉德习爵呀 有两种说法 这永皇是哪一年死的呀 是乾隆十五年 那一年呀 按功力算应该是1750年 有这么一种说法 是这个乾隆三十七年的时候 这棉德呢 降级习了这个 定亲王的爵位 哎 到了棉德的头上啊 那就应该是定郡王了 不过呢 还有一种说法啊 我认为啊 是更可信 那就是在乾隆十五年啊 这永皇刚一轰视 这棉德呢 就习了这个定亲王的爵位 并且呀 这个乾隆皇帝 格外开恩 没有让这个棉德 降级习爵 而是直接习了这个 定亲王的爵位 当亲王那一年呀 这棉德实际上才四岁 要不然说 这天狐的牌子 他打出去一张成相公了呢 在这史书上啊 并查不到什么原因 哎 到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时候 哎 这棉德呀 因为犯了个错误 就让这个乾隆皇帝 降了一级 成了郡王 要说呀 有了这一次降级的教训呢 您这皇长孙 就应该呀 加起乙巴来做人 好好的 做你的郡王 没准有一天啊 这皇爷一高兴啊 就赴了你的亲王之位 要不然说呀 这王爷的活作呢 就在这儿 哎 到了这个乾隆四十一年的时候啊 这棉德 因为和这个礼部一个郎中 这个郎中啊 名字叫做秦雄包 这往来过密 并且呀 互相还馈送了礼品 乾隆皇帝发现之后啊 这龙颜震怒 于是啊 就把这个皇长孙 绵德 哎 这个郡王的爵位啊 也消了 这回可不是降级消 是啊 一录到底 就成了一个闲散的宗使了 哎 这皇上啊 还算对得起他们家 这郡王啊 没废 实际上呢 是转给了他的弟弟 爱亲觉罗绵恩 成王爷的爵位 从这个绵德身上 转到绵恩 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 不过呀 咱们得等到绵恩那番 咱们再说了 今儿啊 咱们主要说的呢 就是绵德 所以说呢 咱们要聊聊啊 这绵德私交外臣 到底啊 他有多严重 哎 就这位的这爷爷 龙颜大怒 把这爵位就生生的 给从身上剥去了 说到这个乾隆四十一年 这绵德消绝这件事情啊 哎 这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他还涉及到了 前朝的皇子 事情呢 是怎么样呢 有这么一天呢 这个利布侍郎 总管内务府大臣 叫做麦拉逊 哈气 乍一听啊 还以为是个美国人呢 哎 说这麦的爷呀 早上起来上朝 这家人一开门呢 在这门缝上啊 夹着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呢 觉得呀 这个事情重大 不敢隐瞒 就报个给了老爷 这麦拉逊一看呢 这事情确实不小 哎 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上面写着呀 免得阿哥 赏给李布郎中 秦胸包 字画实物 并经相见送礼 这麦的人呢 监管这内务府 这事他不能不管 因为这个大臣结交皇子啊 很明显就是结党 这麦拉逊呢 开完纸条之后啊 这后吉宁就是一凉 他立刻想起的就是啊 这康熙晚年的时候 九子夺敌 兴风邪雨的场面 于是啊 不敢隐瞒 就把这件事情上 密报给了乾隆皇帝 这乾隆一听啊 也是很生气 不过单凭 这么一张纸条啊 不能定罪 于是呢 就把他的亲信 谁呀 扶龙安 哎 不光是亲信呢 还是姑爷子 传到身边的 让他呀 去秘密查这件事情 哎 这事啊 要是到了下边人手里 那还不好查吗 秦胸包啊 他无非就是个 礼部的堂官 四品 哎 那句话 怎么说来 像他这种 橙色的官啊 在北京城 搞不好啊 永定河里的王八 都比他们要多一些 哎 都没用上加棍 一顿板子呀 就招了 这秦胸包说呀 确实 曾见过这 绵德阿哥 致送过 画册 卢瓶等物 这绵德阿哥呢 还回赏给他 什么仇杀呀 自善呢 等物 这一切都属实 那字条上写的字啊 哎 不屈 那么有了口供啊 又有了物证 这乾隆皇帝 于是就判决如下 阿哥在内读书 理应啊 谨慎自持 不当与外人交接 况 秦胸包 不过呀 因礼部汉 孙元 与阿哥等 毫无干系 非若书房行走之 汉林等可比 秦胸包 何所为 而必欲 夜见棉德 棉德 亦何所为 而必欲 认识秦胸包 秦胸包 系秦道然一家 从前秦道然 在康熙年间 既有交通 赛斯黑之事 其家本风不纯紧 今秦胸包 不敢如此 幸而早为发觉 尚不至 久资世端 此计阿哥等之福 若不是以成警 恐中皇子 皇孙 无所谓但 见世我朝家法 免得 祝去王爵 祭令免恩 承袭 乾隆皇帝 这篇玉址啊 那基本上就是 大白话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不过这里边 有个点呢 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 私交皇子的 礼部唐官 叫做秦胸包 他是谁啊 他们家的家族啊 是秦道然 这秦道然呢 是康熙年间 九阿个印堂的门人 就是因为 和这个九阿个印堂啊 交从过密 这秦道然呢 在这个雍正年间 吃了瓜落了 连这个京城 在江南啊 辗转各地 一共啊 被关了十四年 这秦家呀 在江南 本来就是大户人家 并且传言啊 这秦家 替这个九爷呀 掌管着江南的买卖财富 哎 您现在要去无锡呀 这惠山底下 继承员 那就是人家的 这继承员 他有个小名 叫秦员 所以说啊 您继想去吧 人家家呀 哎 多有钱 哎 你不是有钱吗 这雍正年间的 这朝廷最大的特点 就是缺钱 雍正皇帝 一句话 哎 罚 罚这个秦家呀 白银十万两 后来呀 这两江总督 向这个雍正皇帝汇报 说哎呀 把这秦家呀 给抄了 这秦道然 他们家啊 隆共啊 这家产加到一块儿 也就是一万零三百多两 没那么多钱 这皇上又琢磨 那不行啊 哎 你们家不是还有园子呢吗 把那个园子 就是继承员呢 归功 得 这个天下名园继承员啊 那会儿啊 成功去的了 后来到了前龙皇帝这班上啊 他非常喜欢继承员 哎 每到江南啊 是必到那儿去打卡 并且呀 在北京的清衣园 也就是现在的颐和园啊 修建了协区园 那完全是仿照啊 这无锡会山下的 继承员修的 这虚图我呀 三下无锡 去了三次继承员 确实啊 在继承员内呀 有一种这个园林不深 则雅秀的感觉 并且呀 这著名的二秦应悦 也在那儿 得机会呀 您也可以去搂搂钱 车远了啊 咱们接着说这个 外臣结交皇子这档子事 直到后来 这秦道然的小儿子 秦慧田 高中叹花 哎 这是乾隆朝的事了 在乾隆皇帝面前呀 才搭救了父亲 这乾隆 才把这个秦道然放了 并且呀 把这个继承员 还给了秦家 这乾隆皇帝说呀 这秦兄包啊 是秦道然一家 我虽然呀 没查到什么 实质的谱系 但是这件事情啊 应该是真的 这皇上说呀 你们家自来呀 就有私通皇子 结党的恶习 如今你这种行径啊 算是累犯 应该是罪上加罪 重罚重罚 于是啊 这皇长孙免德 就被隔去了 这个郡王匠 秦雄宝啊 就被发配到了 新疆伊里 永远不能复回 并且呀 不准赎罪 哎 也就是说呀 无论是花钱 还是立功 都不行 您就新疆待着吧 这就是啊 这位皇长孙 郡王免德 被隔职的前后始末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哎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好故事啊 明天接着聊 拜拜